看到画面中还笑得可怕 灾民的悲伤 打爱幼儿园的小朋友 用自己的方式虔诚祈祷 除了祝福 他们也带来了零用钱 想要为灾区做点事 在慈激学校也有一百位教职员 共同祈福 并且关心灾区现况 西斯卡三个月前才历经丧母之痛 失去家人的苦她能够懂 亚马特有亲人在灾区巴陆市 虽然知道他们都平安 但很心疼他们现在面临的困境 由教职员带头在校园启动 慕心慕爱活动 关注灾区教育重建 学校帮助学校 也让学生更懂得付出 带来新闻印尼综合报道